Hello兄弟们,我是刘哥 今天咱们来玩这款 官方SS83的V级别的外转声波 最近一段时间呢 其实我也入手了一些官方的产品 但是呢,想做视频的很少很少 也就是这款产品了 而且呢,我为了买它第一时间做视频啊 270块钱入手买了个快货 并不推荐大家去买 因为这款产品虽然说做的还不错 但是270太贵了 那么整个外观造型方面 兄弟们,满分10分的话 会打几分的弹幕走一步啊 我个人可以给它一个8.5分的分数 还算是挺高啊 它扣的分数呢 第一个就是这个大腿内侧的偷胶 还是太难看了 第二个就是白色的这个塑料 还是显得太过于塑料了 其实这个模具啊 包括它的细节刻画真的是挺不错的 只要把涂装搞上去啊 完全可以成为一个相当精品的模具 但可惜官方嘛 在D零线的产品里面 它就是这样子做啊 所以说这个产品 我大体上还是非常的满意的 只要你不太苛刻就行 那么在高度方面呢 这款声波是17公分左右 这边拿出SS的闪电 以及SS的外转红蜘蛛 放在一起这个SS外转系列的这个狂派啊 越来越多了 而且三者之间的高度呢 我觉得也算是比较还原的 另外也想问问兄弟们 这三款你们更喜欢哪一个呢 通过上面的数字来进行投票了 可东西方面 头部是一个球形关节 但是活动幅度并不算很大 抬头低头 侧头比较小 360度旋转 无压力 另外本来以为它后脑勺是一个透明部件 但实际上呢 是有涂装给它遮住了 那这样子有点像是一个兔头啊 那么眼睛呢 其实也是一个涂装 也不是一个透明部件啦 这样也还可以啦 另外这个脸呢 依旧是这个猪脸 不要吐槽啊 原设就是这样子 肩膀上面的肩炮呢 这个也是标志性的一个 就是装饰啦 那么这个外转的也是有哦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的这个活动性呢 就是这样子 等一下变形的时候呢 就把这边给它拔掉 手臂360度旋转非常的紧 那么平台方面呢 直接靠根部这里啊 可以达到90度 二头肌360度旋转 手肘弯曲的话呢 正好90度 手不能够旋转 然后呢 手型还算是可以 并不是那种动动手啊 我们按压胸口位置 这个地方的灰色部件 胸口这块就会打开来了 那么里面的机器狗啊 需要你自己再去买那个小机器狗 我觉得 为了那个东西再去花一点钱 没那个必要 所以说我就无所谓了啊 腰部呢 我们把这边裙甲给它挑开来 就可以进行360度旋转了 其实这块 就是并不好看 但是能够做到了 下半身方面来看一下 前踢大概是90度 后踢90度 侧踢差不多接近90度 松紧度都是非常OK的 大腿旋转 活动角度很大 等一下变形啊 也都是要用得到的 膝盖弯曲 双段的关节 超过一点90度 这边里面还有防穿帮的机制 不错 脚步接地性 非常的大 超过一点90度了 那么这边呢 可以往后 这个是变形关系 并且可以360度旋转 至于垂地POSE呢 摆的算是还可以吧 毕竟它没有弯腰关节 腿部的活动性 也不算很大 能摆成这个样子 也还行啦 总之可动性呢 中等偏上吧 最后武器方面 一把枪 拿在手上 大概摆个POSE 给兄弟们看一下 大概就是这样子了 总之呢 这款SS83的 V级别外转声波的人形 我个人还是挺喜欢的 那么接下来 来看一下它 非常奇葩的变形过程了 变形方面 第一步 我们先把肩炮给它拆掉 第二步呢 我们把脑袋 进行180度的旋转 第三步来收纳一下 它的手掌了 直接给它翻起来 然后这边给它扣进去 再给它翻上 接着我们来变一下肩甲的部分 首先把这块呢 给它放到前面来 后面这块呢 给它也挑起来 现在我们要把这边 直接一整个给它挑上去 旋转起来 这样子给它扣上去 可以看到这边后方 是有一个凸起的 跟肩甲后面的凹槽形成结合 给它扣好 把这边这个手呢 给它挑起来 旋转一下 正好凸起 跟这边的凹槽形成结合 手啊 记住往内推 双关节扣好 上半身 我们先变成这个样子 有点像是两个手 整在脑后的感觉啊 下半身方面呢 首先腿部往内旋转90度 我们把这边的小腿 后方给它挑起来 这边这块给它挑出来 转到背部来 现在我们要做的一个步骤呢 就是把这边给它完全挑上去啊 没有错 其实就是大腿收纳进 小腿的这样的变形啊 先把这边的脚板 给它这样子翻上去 那记住 这边的这个灰色部阶 一定要完全的给它打直来啊 这个打直过来 把这边这块给它缩下去 两边一样的变形之后呢 这边是有一个卡扣的 咱们给它扣紧 同时这边下方有两个凸起 对应这边凹槽形成结合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脚掌啊 给它旋转一下 把这边整个给它挑起来 那么整块给它打平下来 现在做的步骤呢 就是这边凸起 跟这边底下凹槽形成结合 给它扣好 把膝盖这里白色的部件啊 我们给它转一下角度 那么最后一步呢 就是把这边给它挑起来 旋转180度 顺便再把这里 也整个给它挑起来 也旋转个180度 这边呢 给它翻折出来之后 再给它盖下来扣好 把肩炮 我们给它扣在 手臂外侧的凹槽之中 另外一个枪扣在另一侧 旋转进去 好 那这个样子呢 SS83V级别 外转声波的 载具形态 咱们就已经变形 完成 那么这次 外转声波的载具形态 其实并不是官方 自己瞎搞出来的 其实它是有出处的 这边放一张设定图 兄弟们就懂了 还有前几年的一个漫画里面 好像也出现过 这样的一个载具 所以说 它是有圆形的 只不过 就算有圆形 这个载具 我相信也没有几个民 又会说 它好看吧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 薄薄的 很多人说像德州爬鸡 或者像一块鸡排 然后翻到底下来 你看就是做了一个瑜伽的姿势 之前我做的一些 比如说 BT的外转的震荡波 MT的外转 威震天 虽然说也都是这样 做个瑜伽姿势之类的 变成的 但是它好歹还能够变成 一个比较像样的一个载具 但是这个载具 我就欣赏不来了 这个算是一个飞船吗 也就那样了 但好在就是卡扣什么都交代到位了 并且变形是非常非常简单 但是你变形再简单 你变成一个似不像 也没啥好玩 所以说这个形态 包括变形 完全就是赠送的 底下也没有什么轮子 然后也没有什么支架 可以飞在空中 总之就是这样一个形态了 OK 那么今天非常简单 介绍了这款SS83V级的外转声波 总之人形是真的非常的帅 但是载具跟变形就当是白送的 如果能够降到200块以下 并且喜欢外转声波的迷友可以入手 如果你对变形体验特别有要求 并且觉得它贵的话 那我觉得还是略过吧 OK 今天视频就要结束了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